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有很多节日 那有很多在台湾的 这个意识形态跟图腾 是被摧毁了 那青年节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光复节也是一样 这个就是整个 国民党不断的退败 的结果就是 你会被颠覆会被 被轮替那也是 不意外 这个党真是不简单 待会我们第二段呢 慢慢来谈这个党 然后还会有败选检讨会 来我们先来跟这个 大陆的朋友连线 女士优先 所以我们先跟这位 赵女士来连线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是北京赵女士 你好 谢谢 你好 谢谢你来碰场 陈老师你好 不敢不敢 我不是老师 我是这个 那我就 来 开门见山来 那我就直接直接说吧 好 那第一个问题 您问的是那个一国两制 是吧 对 就是习主席在那个 说的那些话 我觉得这些话 其实没有太多的新意 没有很新鲜的东西 在我看来 我觉得这也是一大陆 大陆的政府一直在做的 就是他说的那些 好 在我看来 因为我只是一个 普通的老百姓 在我看来 我们国家的最高的权力机构 提出的两岸政策 还是以和为规的 至少还是有空间的 其实反而一直说 大陆要梧桐的是美国 就美国一直在说 大陆要梧桐 其实我觉得至少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除了小粉红和一些 那些比较偏激的一些 一些人 那个意见领袖之外 中国的最高 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从来没有提出过梧桐 没讲过 没讲过 对 只有你们一两个退降 有讲过了 美国今天在讲 那当于是那个 那你们就那么相信美国吗 这个要请你听我第二段朱立伦的谈法 那个赵女士 你觉得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了 这个可能是要站在不同人的角度 以及一个历史的大环境来看 可能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 或者说从一个民族的发展的角度来看 现在谁也说不好是否成功 因为可能你要过50年100年再看 这个是否成功 但是 我觉得香港 他本身他的那个 他自己的政府是很脆弱的 而且是很不成熟的 港府很不成熟 那知道你是因为 其实他们 因为我的那个tempo很快 所以我要请你把 你的思路跟讲话的速度调快一点 那一国两制你觉得适合台湾吗 不适合 一国两制不适合台湾 怎么说 在我看来 其实我们跟台湾就一直都是一国两制 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但是呢 这四个字已经被台湾污名化了 就是也许大陆能接受 但我觉得台湾现在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了 嗯哼 所以你刚回答我说 一国两制不适合台湾的意思是什么 就台湾自己已经不要不要这个了 就是连谈都不会谈了 是吧 那照理是 那如果台湾台湾不要不要一国两制 那要什么呢 两国两制 需要一个 需要台湾需要一个有大脑和有远见的领导人 你这不是拐弯是骂人吗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骂人 但是真的是需要这个 因为你不能只考虑几个月以后的选举 或一年以后的事情 你真的要为一个 至少为一个 为自己的人民着想 至少五年十年的眼光 你要不要亮 而且大陆就在你边上 是吧 你不跟他谈你怎么办呢 两岸各有什么优点 互相可以参考接近的来 我觉得台湾 大部分 因为我没有去过台湾 给我的感觉是 他们的台湾的贫富差距会比较小 至少相对于北上广来说 可能生活的舒适度会高一点 就是贫富差距小一点 然后自由度会高吧 这个无可否认新闻自由度肯定是高的 好 那大陆的优点呢 大陆太大了 每个城市的执政水平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只能从北京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政府还是比较努力的 这是不管他怎么努力吧 但是你让老百姓能清晰的感觉到他 他在进步 他在自我迭代 自我进步 然后你会被政府有信心 你每年都能感觉到他有变化 好 就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很努力在往前走的吧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 大陆的体制比较好 是精英政治 我就像一个好的公司的CEO 肯定不是全部员工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一般的老百姓并不需要 他并不懂政治 他也不需要有那个选票 他也没那个智慧 我觉得 你这个又拐弯子在骂人 没有我觉得真的就像我妈妈 他要他要那个选票干嘛呢 他能选出什么人呢 那没关系 那当然是谈谈谈你对那个新疆棉花 这个事情的看法来 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其实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版本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简单的 他就是美中角力的冰山一角 反正就是我个人我是觉得 美国是不会在乎一个亚洲穆斯林的人权的 是吧 美国只在乎美国人了 其实对 其实一切的源头就是中国的GDP 超过美国的60% 这就是这一切原罪吧 我觉得在他们看来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这绝对不是最后一件事了 我们要做好至少5到10年的准备 好 那照理事实在 最后最后请你补充一下你你的意见跟看法来 意见啊 我觉得反正不管台湾人喜不喜欢吧 大陆就在你们边上是吧 就是我们还是要对这个中华民族有信心吗 对中华民族有信心 对我觉得我个人是中华民族派 只要能让这个民族更好 我觉得其实很多都不用那么短信 那个张女士你说你是中华民族派嘛 我是中华民国派 你承认中华民国吗 我承认啊 你承认中华民国 就曾经在你们的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这些都是我觉得政体政党都是历史的过 历史的过客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民族反而是有几千年的 这怎么说呢 几千年的 这个生命力 血言啊文化等等 对对对 谢谢谢谢赵女士 谢谢你 谢谢谢谢 谢谢赵女士 谢谢你的保规见 所以中华民族派 那我们这边当然就是 绿营跟独派 他们就想尽办法要切断这个东西 各种的这个 台面上台面下的角力就是要切断这个东西 来我们再跟这个这个是很巧 因为我刚好今天两位 因为他们在微信上面不会写他他住哪里吗 很多都是用奇怪的名字或是什么编号 那刚好我今天找的两位朋友呢 都是北京的朋友来来来 我们换这位北京的 你好 你好 你好张先生 你好你好 对对对 来对对你好 张先生我们来答题来 好的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算不算成功 以及是不是用台湾 好 我的看法是说 在香港不算是成功 因为如果算是成功的话就不会有去年前的那个反送中事件了 会这么乱了 是 我的看法就是因为香港本身香港问题就是在一国两制之初的话 中共可能就是严格的按照邓小平的那个理论说 恪守着一国两制不去碰香港 但是可能这个一国两制在他提出之时就并没有考虑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他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些社会矛盾 嗯能不能坚持到这个50年不变的这个时候 好 就说不去干涉的话他自己会不会出问题也就这个意思 但实际上这个香港确实自己会出问题了 他的社会矛盾很多比如说住房呀分配呀这些问题 嗯 而且港府本身就没有这个能力去解决他 因为这也是 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通病吧 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张先生我们我们这边也是资本主义 那你觉得一国两制适合台湾吗 我觉得是在理论上是比较完美的一种制度对于台湾来说 但实际上是我觉得是不可行 对因为因为绝大多数的台湾人不了解一国两制 就从去前年那个8月7选举就可以看得出来 嗯 就两党都在污名化一国两制 那那那张先生 张先生来来来我插个题材 那你你你给我们台湾的听众朋友说说一国两制是什么 来 呃一国两制就是在有一个一中的框架 然后有两种制度 嗯 呃在50年的过程当中不去干涉台湾 嗯 你们可以保持你们的生活制度 然后政治制度 以选举呀民主呀都不去干涉你们 嗯 你们自由的发展 这是我理解的一国两制但是必须统一在这个一个中国的框架以下 这个中国是当然在我们看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嗯哼 他只要是坐上了那个总统的位置他都不会说去考虑一国两制因为要统一啊因为他的这个总体来说总统和省长还是有差距的 他宁愿是接受一个博角的总统他也不会说当一个省长这是我的理解所以他们他们的蛋糕也会变小如果他接受这个一国两制 张献如果如果张献如果如果一国两制台湾的选出来的叫做省长的话那你们就谁要跟你一国两制啊 你懂我意思吗对啊所以所以你刚讲这个也不是很没关系来来来来第二题来两岸各有什么优点双方可以参考的来啊我刚才那个问题我可以补充一下吗就我的理解就是对于一国两制对于台湾人台湾人来说是好的就普通的台湾人来说是好的但是对于当政者来说他们肯定是不会接受的 好来来张献呢再谈谈两岸各有什么优点啊 各自的优点吧我觉得台湾的优势一个就是一个社会的福利以及自由度以及人总体的一个素质可能会比我们这边人要高一些 嗯就是这个我只是相对来说因为一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它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人的素质 disk定是相用一体高以及社会的福利呀这个事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说真的把台湾拿出来单挑 给跟我们这个长三角或者出三角相比的话 也不一定你们会比我们的高 就只是说平均来说因为大陆太大了 人太多了 好那大陆有什么优点可以参考的 我觉得大陆的优点吧 很多优点就是我可以 简单举两个例子 主要是在政治方面 张宪你如果都喜欢玩这种很多优点 我给你时间你讲十个来听听吧 来这一套很多优点 然后只讲两个别客气啊讲十个 我后面时间都留给你了 直接讲到七点来来来 讲十个啊 你不是很多优点吗 我主要是讲政治方面的一个决策力啊 还有这个社会的氛围啊 民族的认同啊 文化的认同啊 文化资讯啊 这个以及 就是整个国家的这个 这个这个总体的运行 运行更要有秩序一些吧 会把这个主要的精力放在 我们认为对的事情上面 比如说经济啊 社会的改革呀 这些上面 对你说这个是大陆的优点 对对 好再来 这不是第一个优点吗 就是执行力啊 各种的专注这样子 对对 第二个优点呢 我这个里面又说了很多文化的 文化的资讯呀 然后这个道路的选择呀 然后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呀 这些都算是我们的优点吧 所以你说大陆很多优点 其实你只讲了一个嘛 就是你们政府的执行力 然后大家专注在一件事情 比如说社会改革 或是经济的发展上面 这样 对张先生我问这问题 说 你觉得大陆有什么 是我们台湾应该学习的 然后我们台湾有什么东西 是你觉得大陆应该学习的 两岸互相互相这个 互相这个这个这个求进步 这样子 我的意思本意是这样子啊 而不是你跟我讲说 混凶大陆很多优点 但是我只讲了一个 哈哈哈哈 你就别客气了 不好意思 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 因为毕竟两边的制度不一样啊 嘿你如果说意思 你如果觉得你们的制度 你很自豪那也没关系 你觉得这个一党专政 像我们上礼拜 又好几个朋友 他们认为一党专政是很好的 那我也尊重啊 嗯 我也我也 我并不觉得就是我们这个 大陆的这个体制是完美的 因为我我的看法啊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改革开放 嗯哼 就是改革开放 它的内容就是对内改革 然后对外开放 对内改革的话 就是肯定是要改革 我们自己体制内出现的问题 是 这个问题 对不光是现在存在的问题 也有可能说现在不是问题 但是随着发展 这个问题也会出现 好 就我们并没有说我们这个 从这个决策层来说 我们这个 呃 中共并没有认为我们自己的制度是完美的 就从这个领导层这个来说 因为我们一直在不停的改革 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了 好吧 就我们这边的制度 比你想的更惨 来来来 那个谈一下新疆棉花的你的看法 呃 我觉得这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 嗯 他可能只是说中美博弈的一个 另外一个着力点 就是说以新疆为一个 发力点 来来做他的一些运作 好 那那那张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你你本来你本来跟我对话 你最想讲的是什么 因为刚刚你讲都是我给你的题目嘛 现在换你来主动来 你想讲的是什么 好 谢谢您啊 来 我觉得对于两岸的就是关系来说吧 就目前的情况 呃 以我们两岸的这个情况来说 可能在政府层面交流是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就说习大大说的要 呃 做什么心灵融合呀 这些东西 嗯嗯嗯嗯 但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说 可能现在操作起来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我觉得呃交流还是要必须的 我觉得贵节目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所以不敢不敢促进两岸的两岸的交流 然后去或那种两边信息不对称 或者不对等不对等的一个情况 哎张先生就可能会 张先生我我一天才接两位大陆的朋友 你们有十几亿人啊 我要讲到什么时候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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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东西来说是好的 张先生我的意思说 你在你在北京如果有机会帮我宣导宣导 帮我宣传宣传 我们台湾有一个节目 有一个广播电台他开的直播 然后跟大陆朋友大家沟通这样子 嘿帮我宣传一下 好不好谢谢你 谢谢北京的张先生 谢谢你感谢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北京的朋友 因为赵女士跟北京的这个张先生 非常感谢 因为这个都没有标准答案的 然后呃我做个微调 就是说当我会问几个我关心的题目 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让这个我们大陆朋友 你想讲什么 好因为你不要光是答题啊 这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部分 让你来畅所欲言 看你想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不管是台湾或大陆 这个你想讲的话 好因为难得的这个机会 好因为我觉得 就如同刚刚这个北京当天讲 就说以目前两岸的氛围跟这种 在美国的这个作梗之下 好就是我们谈到香港的这个问题 谁在香港民主他民主派的后面啊 这个增添彩火的是谁啊 谁是他的后盾啊 谁在包庇那些勇武派 谁给他政治庇护 美国啊 美国啊美国就利用台湾 所以香港人偷渡到台湾是无罪的啊 在蔡总统的重容之下 香港人偷渡到台湾没事 然后再从台湾搭飞机到美国 就我们去保护这些勇武派 只有五个勇武派去美国 我们这边还住的 如果照当时陈玉珍 执询那个陈明通啊 当时陈明通还是陆委会的主委 不敢讲啊 我们收容了多少香港勇武派 这个政府是不告诉你啊 这美国在香港后面搞鬼嘛 那美国有没有在新疆后面搞鬼 大家可以自己去去想一想 所以有些有些这个维新的朋友 推荐我去看那些视频 我都没有去看 他他剪出来给你的视频 不这个影片不管是美国的 或是说是大陆的 或说是直播主的 你哪知道全貌是什么啊 好所以这个也很那个好来 我们看习近平在福建的谈话 他说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 还有以情促容 好那这个通会琴呢 在两岸之代也不是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来 好不过习近平他个人在福建有相当长的时间 好从这个这个党务工作啦 一些这个他总共在福建前后待了17年了 好这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甚至他的这个这个结婚都在福建结了 好这个他跟福建的渊源非常的这个深远 好那你看福建跟台湾这么的近 好所以呃习近平讲这个 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 还有以情促容 好可是在习近平谈话之后呢 共鸡最多架次的倒台 啊这我们全一幕给大家看一下 嘿你看这是我们国防部公布的这个轨迹图 习近平的谈话是3月25 好那隔一天呢3月26呢 这共鸡又是20架次啊 都各种的机型啊 这个这我们国防部公布的 好这个这个航机图啊 好非常的夸张 好从我们国防部公布 共鸡的轨迹图来 这个是最多价次的20价次 好来这个这当我们相关的单位 好都已经飞到巴士海峡来了 好在跟跟他平常走的那个路线不太一样 好都已经到巴士海峡 甚至跟我们台东 好靠到靠近到台东的外海这边 好这个这个飞行的距离 好范围好造成我们相当大的困扰好啊 这些些好我们把它调回来好好 那国台办呢他的网站有文章 好他说这个是因为这个美台军事合作同盟化的前奏 好他讲就是我们跟美国签的那个海巡的这个MOU 那国台办承认好这共鸡的巡航跟这个美台有关 好那那其实看国台办这样的回应是非常的 不是国台办去下这样的东西 国台办这个执行单位 讲这些话都是上面的意思 好也就是说这个 大陆的领导高层对这个事情他是不高兴的 好美国的卫生部长来 我派这个战斗机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侦察机 有战斗机冲中线 好那你台湾跟美国签这个海巡的合作呢 我派20架次好直接对应 都你看看图都已经超过巴士海峡了 都绕到台东那边绕回来 故意的嘛 但是国台办说这个是美台军事合作同盟化的前奏 然后说是这个 这个巡航是跟美台有关 其实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误判 因为其实 我觉得大陆的对台单位那个 很故意的好 因为我们看这MOU的内容 就是海洋资源 好这个渔业 海巡海岸巡访 好这个渔业 还有搜救 好可能会有什么 好你看那个 那个运河 我们长龙的那个货柜船 这个 闹的闹到现在了 就是海洋资源 渔业 搜救跟环境污染 他MOU签的都是一些 非常不重要的东西 好但是有些独派的学者说 这不得了啊 重大里程碑你看就够了 看就跪了 这些东西都是很 我不能说这些东西不重要 但这些东西都跟我们想象的 国台办想象的美台军事合作同盟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海洋资源渔业 搜救跟环境污染 这到底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我整个是莫名其妙 国台办的文章写说 台湾的海巡署归海军管辖 早点讲嘛 小弟我还真的跑过海巡署啊 海巡署就是当年2000年 国民党选总统的时候 一个莫名其妙的单位 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政府啊 所以每次大陆的朋友说 你们的政府很有效能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惭愧啊 我们的政府真的烂得不得了 我们2000年成立的海巡署啊 是一台拼装车啊 乱搞一通啊 把军的哪 什么财政部警政署什么 乱七八道单位 通通凑在一起叫做海巡署啊 然后海巡署现在也被矮化了 现在叫做行政院海洋委员会的海岸巡防署 乱搞一通啊 我不是要骂国台 因为国台办不是这不是国台办下的命令 就是你们大陆的决策的官员 或是你们对台的智库 你们会看不懂吗 看不懂这个台美合作学是假的啊 肖美琴跟吴钊燮一个在华府 一个在台北的那个什么签约啦 记者会 那都是假那眼的啊 没有什么台美军事合作 你是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 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的奇怪啊 那国台办写说 台湾的海巡署归海军管辖 乱七八糟啊 怎么怎么会去归海军管辖呢 你写这个稿的大陆的官员 不管你是国务院的或是国台办的 你的水平不够啊 怎么海巡署怎么可能归海军管辖 你就是你大陆的对台单位是做这样的的误判 你们跟美国签 来我20架的这个飞机飞过去你在干嘛 成熟一点好吗 你一眼就看出来说你们签这个都是指上谈兵吗 这你们本来就有的合作吗 你只把他文文字化条约化做个秀去骗人啊 他要骗的是谁 就是骗他不是骗美国啊 美国美国人其实很多人 美国人根本就不关心台湾了 不是要骗美国人 就是要骗这些小粉红 哎怎么你看这个美国跟台湾签约签了什么约啊 就是要骗你们这些小粉红 还有我们这边的1450啊 绿媒啊哇不得了签这东西还得了啊 台美签约的 我跟你讲 我们去年跟美国签的 好这个防疫的联合声明都是骗人的 你看那个柏柳啊柏柳总统不是来吗 他说感谢美国 美国一月就送我们疫苗啊 美国啊送柏柳疫苗啊 美国为什么不送我们疫苗 不是台美什么什么联合防疫声明 是假的 我们去年美国的国务次卿 跟我们的经济部也签了MOU啊 就什么都没做啊 那也是骗你的 那如果防疫联合声明是骗你的 金帽的MOU也是骗你的 那这个海巡的MOU也是骗你的 我们的政府不会做事只会说谎 好等到缺水如果 如果如果没有我们政府花钱喔 早就停水的早就陷水了啊 所以我们现在陷水感谢政府 我们的政府的运作是这样啊 这是真是的 来我们看习近平讲说探索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 这个是比较奇怪的 因为你看习近平跟福建的这个干部在会谈的时候 他没有去谈一国两制啊 他不讲一国两制他说 就前面讲什么通会琴之外呢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 那这个新路是在一国两制之下 好比如说我的大框架就是一国两制 在一国两制下面你能不能想出一些新的路 还是说他是跟一国两制平行的 除了一国两制之外有没有别的方法 不是一国两制的这种这种解决的途径 那就是考验两岸的这个智慧啊 我们这个聊天室有个杠筋啊 这我都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啊 不是新加坡那个啊 新加坡那位是Vitter 这个也叫Vitter 他刚讲说坤仁兄你每次都问大陆朋友共鸡找台 讲一万次也没有用 我觉得有用啊 我觉得没用我开着扣印干嘛 我觉得有用啊 北京的赵女士北京的张先生 他们茶余饭后他可以跟他的亲朋友讲 哎呀我那天跟这个台湾的一个这个这个什么 陈陈叉叉连线然后讲什么 怎么会没有用呢 我没有我没有要去改变共鸡找台 我改变不了 我改变不了我没那么没那么那么行啊 可是我多争取大陆朋友的支持 是爱着你了吗 你觉得没有用没关系啊 你觉得没有用没关系啊 Vitter你觉得没有用我尊重你 我觉得有用就好了 为什么你觉得有用呢 我给大家听浙江周先生啊上个礼拜讲的来 就是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多元价值 我觉得是大陆所缺少的 哪一个意思 多元价值 就比如说比如说台湾现在你辉文革虽然这个统派很 就不是统派啊就是您这样的中间派很辛苦 但是但是但是您这个声音还是不受不能忽视的 那虽然蔡英文当政是吧 但是还是有统促党是吧 他还是存在的 那那这种多元的价值 本身他不一定 听懂了听懂了 不一定引领价值 OK 本身不一定产出 但是我觉得这是大陆所缺少的 好那那大陆的优点呢 大陆的优点我也讲一点 稍微有一点跟这个稍微有点对立 就是说我觉得大陆的主流价值 就怎么在多元的这个基础上 但是有一个主流的声音 我觉得是台湾可以参考的 我举个例子说 这听不太懂 政客能不能贪腐 然后能不能分租房屋对吧 然后军人能不能做生意 你来这一套 对那总要有个说法嘛 你不能说因为我是多元价值 所以这些都是对的 所以就混过去了 这些都无所谓 对就混过去了 到底有个说法也没晓得对吧 那至少大陆虽然有保守的有激进一点的 但是总归我觉得是有一个主流的声音了 哇 这个主流声音不见得需要消灭其他声音 不见得对吧 周仙你有备而来 你后面这个讲的比 你后面这个讲的有意思 不是啊 你跟我讲的嘛 你吩咐有备 不敢不敢不敢说我吩咐 是我请这个周仙有备而来讲的非常好 让大家上个礼拜五 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一段就可惜 浙江的周仙讲的非常有见地 我讲句实话 他比我们台湾很多大学教授讲的都好 比台湾很多名嘴 包括我在内讲的都比我们好 好 其实我Vitor你说没有用 我觉得很受用啊 我我一个月 我这样这样很大 我一个月如果能够接到一两通这样的 这样的像周仙这样的call in 我回本啊 对不对 像刚刚赵女士跟张先生 这种带着善意来来打体的这个大陆朋友 我赚到啦 怎么会没有用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陆朋友 我们我已经安排好后面几天的这个 这个这个call in的名单啊 两个两个上线好 好也谢谢大家的我们先进广告 废地晚餐 我是陈徽文 我们要进行这个国民党的败选检讨会 那洪秀柱啊 这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啊 办了一个这个互宪宝台的论坛啊 就结果公司变成这个焦点啊 呃 当然这互宪让讲是中华民国的宪法啊 我不晓得 这这个其实我比较想问江启成或是林维州 你们一直想要修宪的目的是什么 你们你们去跟民进党唱和的来玩修宪委会 就不知道在玩什么 国民党身为最大的在野党 国民党去配合民进党修宪 那我们投民进党就好 为什么投国民党 简直莫名其妙到几点啊 好 那珠珠姐问这个代表江启成 所以说我也觉得很像江启成你是当天是有什么重要事情不能出席吗 其实没有 好江启成是躲躲这个论坛啊 然后连圣文也没去 韩国语很像没邀请 好那 我是觉得比较可疑 其实应该大家都来 一起谈会会更好 好 那珠姐就问说那九二公司与时俱进的方向 代表江启成出席的是国民党大陆事务部的主任 左振东教授还是大学教授 那珠姐问呢 左振东回答他说啊 还不到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好 那国民党现在没有执政啊 还不到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好 左振东说啊 国民党现在应该保持模糊 好 其实战略清晰跟战略模糊没有没有那么难理解了 好像现在美国政府他采取就是战略模糊 好 我不告诉你啊葛来仪他们也是赞成战略模糊 我不告诉你哦 我不告诉大陆哦 你如果打台湾会怎么样我不跟你讲啊 这个叫战略模糊 那战略清晰什么呢 你如果打台湾我就打你 这个叫战略清晰 那他说国民党现在应该保持战略模糊 这个保持模糊 左教授的讲法 那 左振东的讲法被围剿 江启成声援他的大陆事务部主任 他就整个说法非常的得体哦 这个代表江启成的这个论述了 国民党现在应该保持模糊 现在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赵绍康跟张亚中教授都有意见 那张教授很生气啊 说这个换了屁股换了脑袋什么的 其实他觉得不应该啊 张亚中就认为应该把他讲清楚 赵绍康说啊不提论述啊永远不会执政 你什么时候才要讲清楚啊 你就讲清楚啊你怕什么呢 国民党连讲都不敢讲 我当他投民进党好了 那我没有没有叫你谈别的 就你的两岸政策到底是什么 你不敢讲 现在不是谈的时候那什么时候谈的 你都已经输成这样的 你什么时候才要谈呢 等你执政的再谈啊 赵绍康就告诉你 你不谈你不提论述 你永远不会执政啊 赵绍康说两岸呢 可以是国民党的强项也可以是弱项 这个就对了啊 看你怎么谈嘛 你两岸不讲清楚 你永远就是挨打 你永远就是人家的提款机啊 讲清楚有这么难吗 好 朱立伦说绝大 自由时报做头版头啊 绝大多数民众比较亲美 来来来来来来 02363995 这朱立伦讲的不是我讲的 他说我们台湾绝大多数民众比较亲美 来现在开放公司国民党的败选检讨会 请你打电话进来 02363995 大家都可以打 那吕秀莲副总统今天补刀 他说认同九二公司的人啊都是古木奇兵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古木奇兵为你主持的 认同九二公司就是古木奇兵喔 我才51耶 我是古木奇兵吗 吕秀莲你 我不要讲他几岁 你你你这吕副总统喔 这种二分法是没有用的 什么就认同九二公司都是古木奇兵 然后朱立伦说呃绝大多数民众比较亲美 这个这个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绝大多数的民众比较亲美吗 还是说我们我们在美国大选的时候大家都挺川普啦 所有的这种 大家绿媒啦都压川普 然后有一个国际的调查 认为拜登会赢或川普会赢 只有一个地方认为川普会赢的就是台湾 我们是川粉大国 这样就表示我们比较亲美吗 来来来来来 有人上线的我们先接你好 喂你好你好 是这边是辉文时间吗 您住哪贵姓你好 我住嘉义的阿荣 阿荣 你好 嘿嘿 这个我已经潜水十几年了 那个你要把先把你收音机的喇叭关掉 嘿 是 嘿 潜水十几年果然对扣音不熟 嘿 关掉了 对对对对 来人请说来 是是是是 因为你这个题目太重要了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扣进来 那么从国民党的这个2000年的这个败选卷讨 我有分为内部因素跟外部因素 你要从2000年开始讲啊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就是他败选的原因 因为分成内部跟外部因素 我想不外乎这两个项目了 你刚不是讲2000年吗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国民党败选检讨会 当然是讲2000的那个总统败选的检讨会 你一直讲2000年是什么意思的 2000 2020年了对不起 阿荣 是 你免筋党啦 我是看起来像坏人而已 你不要紧张慢慢讲 来来来 好 第一点我认为是当时国民党的领导人 党主席吴敦毅 私心自用 吴求胜之心 被立抗背后的压力 成为同国民党候选的韩国瑜 一刀的帮凶 引进了果冻之乱 造成国民党自乱阵脚 重极南军士气 帮助对手蔡英文当选 你是有写稿吗 你怎么念得那么顺 当然我要准备啊 不然我速度要快一点 好 对不对 国兰有潜水 难道像这样的国民党 经常这样勾结外敌内斗 见不得自己人好 根本不需要敌人 这样子下去 永远执政不良 也就是扶不起 那么第二点我认为是 国民党李登辉的黑金鱼堵还在 类根性击毙已深 腐化了国民党的党机器 当时的党的党魂 那么忘记了创党的目的是 为国为民 救国救民 不知道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是今天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 我认为韩国瑜当时 当时他海内外同胞 视他为民主救星 墙内要求他参选总统 他却未把参选的动机 参选的正当性说清楚 给对手攻击找到好借口 太可惜了 当时他应该辞掉市长 就像惠文建议的 你还害我一下 这样对吗 还好啦 其实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同意 他没有讲清楚吗 他参选的必要性 他没有讲清楚 他一直没有讲说 为什么海外 海内外同胞 一直要他 要他出来 嫌他那只 新闻报道那么强 他应该 因为他们竞选团 应该把这个讲出来 因为他也是一种民族感情 不得已啊 为了台湾好啊 不然他他刚刚屁股 还没有坐热 就要去选也不对啊 但是这个不得已 他要他要讲清楚 阿龙谢谢你 那阿龙问你朱立伦说 台湾大部分人是亲美的 你同意吗 你亲美吗 不同意 那只是 那个吕秀玲说 支持九二公司都是古墓奇兵 你是古墓奇兵吗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是他们自我安慰啦 其实潜伏这个 我们这个还有很多人是 是比较有正义感的 我问你是不是 是不是支持九二公司 你是不是古墓奇兵 你有回答吗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古墓奇兵 哪有那么老 好 谢谢阿龙 谢谢你 那个外部外部因事可以讲吗 那阿龙因为线上客满 我们让大家轮流讲好不好 你可以再打来好不好 谢谢你好这个 吕秀玲说支持九二公司的人 是古墓奇兵 朱立伦说 我们大部分的 台湾多数名是亲美的 你知道朱立伦在危机解密的事情吗 改天有空我们再讲 那你觉得很好奇的朋友 你可以打朱立伦三个字 空一个 打危机解密 你看看朱立伦在里面的角色是什么 这个是AIT传回去美国的电报 不是我讲的 AIT AIT就是美国的这个中情局 国务院 设在台北的情报机关 他们经常找台湾的这些人去吃饭 当然没有我 我不配 他们是怎么形容朱立伦的 你去看危机解密 不要问我 来来来 你好 哈啰你好 喂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我是云林的林先生 林先生 来请讲来 我觉得国民党败选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好 第一个是国民党不团结 嘿 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好 从赵少康这次选党主席的案子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嗯 第二个原因是媒体大概都被绿营给掌控了 嘿 所以大概媒体报导都会报道 蓝营负面的新闻 那绿营的新闻 其实就不报导了 或是被淡过去 好 像某个执政党的立委 之前被发现有婚外请同居 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 嘿 好第三个原因就是 韩国瑜 对于他在选市长的时候之前 有一些 有一些言行就是 直来直往的态度啊 或者是说话的状况 其实都被放大检视 嗯 那这个媒体的宣传 就让一些基层的年轻人 留下不好的印象 所以其实这次得票 你说的是他选市长之前啊 欸应该是选总统 当了市长选总统的时候 你刚刚是你刚刚是讲选市长之前 来来 那个林仙 你你觉得台湾多数人亲美吗 我觉得算吧 因为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反共教育的 好那你觉得李秀莲讲的 支持九二公司的人都是古墓青币 你你认同吗 这个我不认同啊 好 林仙谢谢你 因为韩国瑜 我时间的关系 谢谢 好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先进广告回来继续接call in 来 非得晚餐我是陈慧文 听众们我们剩几分钟 能接几通四十几通 然后呢 明天也许 不是 我们就固定两个单元啊 就是大陆朋友的call out 还有败选检讨会 好不好 这是我每天必做的这个这个功课 你好 你好你好 您住哪个星你好 我是台中的小和 小和来你请讲来 我觉得 国民党败选的原因大概有两个 小和我时间很有限 你不用再普通了 直接告诉我答案就好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大概就是 年轻人对政治不够 不够理解大概 大家都看表情 嗯 对然后 第二个就是国民党不够团结 又来了 每个都不够团结 那个小和 你是年轻人吗 呃我是 我大概 我32岁 对40岁以下都是年轻人 你说年轻人只看标题就对了 呃很多都是这样子 然后平常都说他不关心政治 然后 选举都只看标题 然后大部分媒体都偏绿啊 都被绿的掌控了 呃对 然后他们都看那些 然后就相信了 可是小和你刚刚没 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讲 国民党不团结 那国民党怎么团结呢 呃我 小和我的意思说 譬如说赵绍康跟王金平 傅昆奇 然后通通 这些国民党那些什么地方 派系什么 通通站在一起 这样叫团结吗 呃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要 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 应该不需要再 就是再参与这些事情 就是让其他人 你说国民党不团结的意思是什么 就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些既得利益者 他不想要 就是去 去有 觉得他的利益有损失 所以他就不想要让某些人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小和你根本没有在 在听我的问题 我说的团结是什么 是大家都 大家通通抱在一起 这样叫团结吗 没有我觉得 我觉得啦 小和 小和 因为我 我让你回去想想 那我每天都开 你如果再打进来 你就再补充 来来来 朱立伦说大部分都亲美 你亲美吗 我不亲美 好 那李秀莲说 支持九二公司的 都是古墓奇兵 你赞成吗 我不赞成 好谢谢小和 谢谢你 小和等你想清楚 团结那个梗之后 你再打进来 你提醒我说 哎我就是讲团结那个 这个因为我一直 我自己都没有搞懂 你好 你好你好 嘿来我们换下一位 你好你好 慧伟哥我是确许 今天青年节我可以讲吗 不是就讲了吗 确许你饶得我可以吗 好吧 今天为什么青年节你可以讲 你青年吗 你啥 来来来 你好 慧伟哥你好 你好 你好 新北小陈 小陈来你请说来 国民党就是 不是不够团结 就是每个人都要当老大 嗯 对 然后应该给江启臣一个机会 嗯 好好的做 嗯 为什么给江启臣 为什么不给连胜文机会 也是可以啊 就是那些站着毛根不拉屎的 不要再上来 哦 对啊 所以那个小陈 你的心头好是江启臣就对 你最希望江启臣出来领导 因为他是出来扛的人嘛 对不对 你给他一个机会嘛 嗯 对啊 那以前那些扛也扛不住了 你说以前那些是谁 你可以点名吗 还是你要 不好意思点名啊 为什么你认识他们吗 不认识不认识 那为什么不好意思点名 要我帮你点吗 也可以啊 佛伟哥也可以点 嘿 我看起来是很笨就对了 我要来帮你点 然后我去得罪他们 不好笑 来来来来 朱立伦说大部分人都亲美 你亲美吗 我不亲美 嘿啊支持九二公司人士古木齐兵你认同吗 不认同 谢谢你 谢谢小陈 谢谢会问哥 小陈你还要我点名 我我我得罪的人还不够多吗 没关系 我明天点给你看 拜拜